香港真民主行动持续 那么很多媒体强调报道 这长期下来恐怕是为冲击香港的经济 不过昨天香港恒生指数 却创一个月来单日的最大涨幅 我们怎么理解港人争取普选 对经济的影响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香港战争中真民主的行动持续 那么很多媒体不断的在强调报道 这长期下来恐怕是会冲击香港的经济 世界银行甚至还警告 战中可能会损害香港 以致中国的经济 不过昨天香港恒生指数收盘禁阳 超过250点或者是1%以上 创一个月来单日最大涨幅 港币则是连5日反弹 一度升值0.08% 创下了半年来单日的最大升幅 所以我们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占领中环运动持续 股会市反弹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股市有经济的橱窗 或者是信心指标 这样一种称呼 不管是哪一种称呼 那就是能够反映股民们 他们的一些心理的状态 于是说对股市到底是会对经济看好 或是看不好 然后对经济有没有信心那种问题 如果有信心或是对经济看好 那当然就会买的会比卖的来得多 然后股市就会往上升 那反思当然就往下跌了 那每一次有一些抗争 或是说所谓的不理性的活动的时候 然后媒体就很担心会不会 然后对我们讲的对社会造成一些冲击 然后就会反映在股市上面 这一次这个战中活动 那好像香港的股市只有活动了一天 有下跌 隔天它马上就往上扬 而且连五天都上涨 到现在好像整个东西也往上了 所以就表示 其实不只是香港的这样的顾民 或者说国际的这样一种人士 对香港的这样一种经济 或者是对香港社会 然后有信心就不会发生这样一种动荡 那这样一种东西都反映在股市上面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318学运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这个首先 这个尤其是官方也在告诉我们 这样一种随身运动 然后对于这个经济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然后首先这个好像有一两天 这个台湾的股市也往下 但是不久之后它也是往上了 所以这个事实是胜于雄变 那我们看大家活动 为什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经济 或是对于这样人民的这个信心 没有造成互面的 反而似乎有正面的这样的影响 那就可以知道这个运动本身 它有它的正当性 而且让它做表现的 是让这个居民 它是有正面的看法 而不是反面的看法 才能下巴 什么 对于这样一样的 是